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 尼西米记第六章1到14节 我们看到尼西米记的 第一章跟第二章 尼西米看见需要 他祷告寻求 他也把握机会了 第三章我们看到尼西米记 盖造城墙的这些名单 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虽然是人 后来的我们不认得这些人 但是上帝在永恒当中 来纪念 第四章开始是 盖造城墙的一些拦阻 一开始是敌人的嘲笑 这些嘲笑不是无关紧要的 不痛不痒的 他是直接针对 当时有大社群 他们内里的恐惧跟害怕 是非常邪恶的 他们也用武力来威胁 他们想要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去攻击他们 第五章我们看到的是 尤大内部平复的问题 社会不公义的问题 我们进到第六章 过去的这些攻击 主要是针对尤大的整个群体 现在的攻击 主要就是要针对尼西米这个人 针对领袖了 第六章第一节 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 和我们其余的仇敌 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 我们昨天看到就是我们第五章 有大内部社会不公义的问题 尼西米处理完了 百姓又继续修造城墙 结果很快的 修造完了 后来我们看到只花了52天 其中没有破裂之处 有关号注解 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 城墙盖好了 然后一些裂缝需要修补的 也都招完了 现在剩下门没有安上去 门扇没有安上去 他一样有破口 敌人可以自由的进出 那表示说城墙的完工 已经到了最后了 第二节 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 见我说 请你来 我们在阿罗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 他们却想害我 在这里啊 这个阿罗平原 它是在哪里 靠近罗德 是耶路撒冷西北方 30公里 有段路 可能要花上一天的路程 那我不晓得 弟兄姐妹在看这一段 参巴拉和基善 打发人 去找尼西米 说来 我们来相会 我们来协商 我们来谈一谈 对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 参巴拉 基善 多比亚 他们这一党人 是坏人 尼西米也很清楚 那这个邀请怎么可能 尼西米会去呢 但是事实上啊 没有那么简单啊 对尼西米来讲 有一些群众的压力 因为如果我们看到 第六章的最后 在第六章的十七节 在那些日子 犹大的贵咒 屡次 寄信与多比亚 这个寄信 表示他们彼此有互动 很可能 很可能啊 这个信的内容 也是包含 尼西米所做的 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等等 可能是打小报告 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 所以犹大的贵咒 这些犹大的贵咒 他们一方面服从 尼西米的领导 修道城墙 一方面又跟多比亚 有很亲近的关系 这很为难 对不对 如果你是做领袖 你在教会里面 带领 不管在小组 或者在教会中 他们同时跟你 好像有一些 伟生的关系 牧羊的关系 可是同时呢 他们也跟另外一群 反对你 抵挡你的人 很亲近 其实你会感受到 那个心理上 是有一些担心的 在犹大 有许多人 与多比亚结盟 他们是一起的 他们有一个 类似立约的一个过程 因他是亚拉的儿子 释迦尼的女婿 并且他的儿子 约哈南 娶了比利家儿子 米苏兰的女儿为妻 这个米苏兰 在十章二十节 提到 他是民中的领袖 那么在十三章的 第四节 甚至提到 这个多比亚和大祭司 以利亚时结亲 所以在多比亚 他在整个犹大的社群当中 有非常绵密的人际网络 而且是大祭司 跟这些贵奏 有很深的关系 那么当多比亚 参巴拉 基善 这一群人 抵挡的这一群人 打发人来见尼西米 说我们来协商 来和谈 你觉得尼西米 他可能要面对 什么样的压力 很可能 犹大的这些社群 里面有很多的人会认为 这是个好机会啊 因为后面说 六章十九节 他们常在我面前 说多比亚的善行 会提到他们这一党人 特别是多比亚 是好人啊 那现在他们表达善意 要来协商 尼西米 你为什么不去 你为什么这么固执 你为什么不愿意合作 这是一个好机会 为什么要彼此对抗对峙呢 人家已经低下脸来 邀请你去协商 去和谈 你为什么不去 但是尼西米很清楚 他们却想害我 因为去到那里 就离开了工作岗位 建造城墙的事工 就会耽误 因为没有领袖 在带领 在分工 在治理 而且那个地方啊 是靠近参巴拉的故乡 基本上很可能啊 尼西米在路上就被抓走了 或者到了这个村庄 被杀害啊等等 都有可能 尼西米他知道他不能够去 我们也知道 如果是你是我也不想去 可是要做这个决定 他要面对很多内部的声音跟压力 那但是尼西米在这里 他很勇敢 他试破他们的诡计 于是我拆遣员去见他们说 我现在办理大工 不能下去 给他们一个理由 一方面也不得罪 内部这些民中的领袖 犹大的贵奏等等 理由是什么 我正在忙啊 我正在盖造城墙 不能下去 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尼西米也知道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城墙盖造起来 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心 尼西米仍然专注于上帝给他的托付 他也有分辨的智慧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 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那你可以想见尼西米他一个人 要扛下多少的群众的压力 大家一定会指责这个尼西米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拿刀拿枪对抗呢 为什么不协商不和谈 你这么固执这么执着 你知道你心里很为难的 而且一次又一次 敌方可以说我们姿态那么低 来拜托你你都不来吗 你这样高高在上 硬是要跟我们对抗吗 我们老早都在这了 你们后来才来才归回的 我们一起和谈谈一谈 有没有什么方式和平共处 你为什么不要 类似这样的话语 第五节 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 手里拿着未封的信 就是他们当时候的信件 应当是葡萄纸 所以写完要卷起来 用绳子绑着 然后在打结的地方 封印 就是这个信件不能被打开 这个封印了就确保 信件不会被看见 可是他们故意没有封起来 那么人会不会好奇要看 会 他故意不封的 那内容写什么 信上写着说 外邦人中有封身 加师木就是基善 也说 你和犹大人谋反 这些人 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神的神长 多比亚是亚门的神 他们全部都是在波士帝国底下的 这个阿拉伯人基善 他在当时候也有他的影响力 在波士帝国有他的影响力 好像一个公信人 这个基善也说 你和犹大人谋反 修造成墙 你要做他们的王 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 宣讲说 在犹大有王 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 所以请你来 与我们彼此上议 因为尼西米都不去 所以他们现在就刻意拿着一封信 没有封起来的 所以在传这个信的过程 很多人可能会偷偷打开一看 一看 尼西米想要造反 这个 而且基善 他也这样说 就是有一个 大家公认的一个领袖 他也说 尼西米要造反 然后呢 尼西米 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 指着你宣讲说 在犹大有王 你在暗示 是不是你要起来造反 他们的这一招 在 以色拉记 当时候就是用这个方法 阻止了以色拉 修造成墙 波士帝国最怕有人造反 所以他们听到有人在盖造成墙 而且真的 耶路撒冷常常有背叛的事情 所以波士网 亚达学习就直接下令 让这个成墙不准再盖 现在又同样的招式了 而且是用一种抹黑的方式 逼尼西米去跟他们见面 他说 好 你既然不来 那我就告诉你 我们要谈什么呢 是 现在有风声 大家都在传 你要做王 那 如果传给 这个波士王知道 你就惨了 那你现在过来跟我们商量商量 讨论一下 看看怎么办 意识有一点 好像也是要帮尼西米 也是在恐吓他 你得来 你不来 那么 这个波士王知道了 那你就惨了 有可能尼西米 因为是背叛 造反 有可能要被砍头 而且这么多省长 当时候波士的官员 一起来控告 你想尼西米的处境 多么为难 尼西米怎么回应呢 我就差遣员去见他说 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 是你心里捏造的 他回应说 没有 我完全没有要做王 没有要造反 然后呢 也不花太多的时间 去跟他们多纠缠 周旋了 尼西米怎么样 他很清楚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 尼西米知道 这是仇敌的攻击 要使他的心里面害怕 意思说 他们手臂软弱 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他们听到了 尼西米知道了 假使百姓也知道 大家就会想 盖造了半天 最后会被 安上一个叛国罪的罪名 因为他刻意用 卫风的信 这个信 很多人看了 这个是大事 就传出去 对不对 传出去 有大人会不会紧张 那完蛋 这一段是我盖造的 我也牵连进去 我们在这里 本来活得好好的 没有错 有敌人欺压我们 凌辱我们 可是我还活着 现在惨了 我现在是叛国罪了 我要一起 搞不好 大军又来 我们又要被掳 被杀 所以尼西米说 他们要使我们惧怕 意思说 他们的手臂软弱 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有些人就不敢再盖了 赶快逃走 撇清关系 切割 尼西米也知道 他们的诡计 尼西米怎么做呢 一方面也不跟他们 多做纠缠 欲加之罪 何患无耻 另外一方面 他祷告神 神啊 求你坚固我的手 求主帮助尼西米 勇敢 因为这是上帝的托付 有人抹黑 有人攻击 扭曲他的动机 他不在乎 他仍然勇敢 不是说 真的 心里不受影响 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是知道 有人在外面 到处讲你坏话 特别你在教会里面 你是小组长 你是传道人 有人在教会里面 有一些各样的传言 攻击你 抹黑你 其实是很难受的 你要解释嘛 在某些时刻解释 你等于让弟兄姐妹 在你们两个人中间 选边站 就是都选你 教会还是输 或者是两边都各讲各的 然后呢 最后教会分裂 你不讲嘛 大家又想知道一个答案 同工弟兄姐妹 都想知道一个答案 所以讲与不讲 是需要智慧 你不讲 你保守你的口 不说恶言 相信同工弟兄姐妹 有智慧 能够分辨 你合理范围限度的说明 其他 你保守你的口 相信同工弟兄姐妹 有智慧 有敬畏神的心 能够分辨 其实都不容易 在那个等待的过程 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煎熬 只能够依靠神 向神祷告 神啊 求你兼顾我的手 在各样的言语 在那里流传的时候 我不要停止我的功 不要停止神 你对我的呼召和带领 第十节 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 蒂莱雅的儿子 士玛雅家里 这个士玛雅 应当是一个祭司 因为后来他有提到 邀请尼西米去躲在圣殿里 可以去圣殿里面的 只有祭司吗 所以这个士玛雅呢 邀请尼西米到他家里 那时他闭门不出 这个闭门不出 到底是什么原因 学者有不同的推论 它很可能是一个 先知性的语言表达方式 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就是他不离开 他不出门 来表达后面他说的 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 将殿门关锁 因为他们要来杀你 就是夜里来杀你 在原文这一段话是一个诗句 所以先知士玛雅 他用一个行动句 把自己关在家里 然后讲了一段 他自己说 他从上帝领受来的歧视 有人要来杀你 你要赶快躲到身边 但有学者认为 他可能也是一个借口 因为他不出门 不管是什么原因 也许是不洁净或怎么样 他不出门 那是刻意让尼西米去到他家 让尼西米去到他家 就会制造一个观感 就是尼西米来寻求先知的指引 但是最有可能是什么呢 是这个士玛雅 他表达他是跟尼西米站在一起的 他是神的先知 他也同样遭受攻击和逼迫 所以他躲在家里 邀请尼西米来 他好像是一个 一样跟尼西米一样遭受逼迫的一个闲职 敬畏神的 跟他站在一起的 那尼西米才会去探望他吗 否则尼西米他太清楚了 敌人的邀约他是不会去的 士玛雅呢 他就以好像自己跟尼西米一样 是一个受害者的角度说 我们这样 我们都遭受敌人的攻击 我是一个祭司 我现在有一个 从上帝来领受的一个信息 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 将殿门关锁 我是祭司 我可以带你进去 上帝指引了我们一条逃不生的道路 因为他们要来杀你 上帝让我知道他们的动机 最后是要杀了你 就是夜里来杀你 今天晚上 你跟我 上帝告诉我 我也是跟你一样 要逃命的那个人 我们一起躲到圣殿里 各位兄姐妹 是不是很心动 其实尼西米很多时候 你会感觉到 他是孤单一个人站立在那里 或者在很多的时候 他要扛住所有的压力 当然后来看到他的弟弟 可能有一些人 有一些同伴支持他 不过在很多的时候 会感觉他要一个人 做很多重大的决定 这时候有一个人 他体贴你的感受 体贴你的需要 体贴你的害怕 尼西米你知不知道 这群人处心积虑要杀你 上帝告诉我 夜里要来杀你 可能就是今天 上帝指引一条生路 告诉我 我可以带你去躲到圣殿的里面 没有人会到圣殿里 所以他们绝对想不出来 你会躲在那里 这是上帝给你保全你性命的一个方式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是尼西米 我们在这个时候 好像那个害怕 担心被人接住了 又是先知 哇 上帝 才派先知来告诉我 安慰我 给我一条出路 上帝要拯救我的性命 好让这个城墙的工程可以继续 好让这个使命可以继续 尼西米可能在那里流泪 向神感谢 然后就跟着司马亚去到圣殿了 如果进去圣殿会怎么样 他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 四肢进到圣殿可以被石头打死 从一个角度 他要透过这个使马亚 这个侠先知 要引诱尼西米犯罪 我说像我这样的人 岂要逃跑呢 像我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 说我是上帝的仆人 我可以逃跑吗 而且我是神长 我的百姓群众都还在这里 我一个人逃跑吗 像我这样的人 是神的仆人 我又是神长 我又是一个领袖 带领大家一起盖造城墙 岂要逃跑呢 重点后面说 像我这样的人 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 我不是祭司 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去圣殿呢 我不进去 尼西米马上看出问题了 问题出现在哪里 他说我看明神没有拆遣他 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 因为先知的领受 不能够跟上帝的律法冲突 所以尼西米一听就知道 是玛雅是假先知 上帝不可能让我去违背 他自己的律法 所以他说我不进去 我看明神没有拆遣他 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 使多比亚和参巴拉 会买了他 哎呀 各位众姐妹 这次的引诱是来自于 犹大群体内部 甚至是这些属灵的领袖 是一个祭司 甚至他好像是一个先知在说话 会买他的缘故 是要叫我惧怕 所以前面一到九节 提到他们的计谋 是要让尼西米 让群众惧怕 不敢再改 这里一样 是要让尼西米惧怕 依从他犯罪 讲得好像要保护我 好意善意 事实上是要引诱我 依从他犯罪 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 尼西米自己躲起来了 尼西米自己违背律法 他自己说他敬畏神 要盖造城墙 他自己违背律法 躲在圣殿 他把你们丢在那里 自己去躲藏 不顾你们的性命 那尼西米就不再有影响力 非常的诡诈 甚至可以说 他跑进圣殿 我们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尼西米怎么回应 他一样祷告 我的神 多比亚 参巴拉 女先知 挪亚底 和其余的先知 我你看 有一大群 已经被贿赂的先知 说这些邪恶的话 要引诱 伤害尼西米 求你纪念 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尼西米一样 到上帝面前祷告 我们回过头来看 在这里有两个 主要的段落 但是我们可以分成三个 攻击和引诱 第一个是一个邀请 好像要和谈 协商 那么尼西米他要面对的是群众的压力 特别在他的群众底下 有很多的人是领袖 甚至大祭司和多比亚杰青 你可以感受到尼西米 要面对这些群众的时候 是很为难 他要不去 他要选择不专注的盖造城墙 他要面对很多人的不良解 各位弟兄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领袖祷告 使他们有勇气 为了真理 捍卫真理 勇敢的说不 那么另外的这个 第五节开始 敌人就越发进一步 用抹黑的方式 逼尼西米 可以去跟他们见面 这个抹黑 如果你真的被造谣过 被恶意的攻击 或者是各样的留言传言 不断的在讲你的坏话 攻击你 捏造不实的话 在毁谤你 我们的心是非常非常着急 因为我们很在乎 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很在乎 我们亲近的同工 我们的朋友 他们会不会就相信了 其实心里面是很着急 但是一样我刚刚说的 你解释不解释 它都会带来影响 你必须为了保护群体 在解释与不解释当中 有智慧有灵巧 尼西米 他在这个时候 他依靠神 神啊求你兼顾我的手 有些时候领袖 他就放下他的工作 一心要去捍卫他的清白 不惜使整个群体分裂 有些领袖 他为了捍卫他的清白 有时候变得很血气 那就中了撒旦的轨迹 因为就在互相的指责和攻击里面 上帝不得荣耀 让百姓 让弟兄姐妹选边站 上帝不得荣耀 可是不解释 怎么办呢 这些错谬 他们不断地在扩张 该怎么办呢 在等候 在祷告的过程 我相信尼西米的心也很着急 只能够祷告 依靠神 神啊求你兼顾我的手 第三个呢 他更是诡诈 居然贿赂了先知 贿赂了人 让尼西米卸下心房 好像是一个统领 接住尼西米的担心和害怕 要尼西米退缩 要尼西米犯罪 得罪神 尼西米马上能够分辨 是因为他太清楚上帝的话语 马上说 我不进去 他也知道他的位分 像我这样的人 岂要逃跑 我是神长 我逃跑 我不是撇下百姓吗 我是上帝的仆人 我岂要逃跑 像我这样的人 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 他一方面知道 他的位分 他应当站在那里 他一方面知道 他的位分 他哪里不能去 他很清楚 他的奋计跟界限 各位弟兄姐妹 这也是灵秀很不容易的地方 我们知道 乌西亚王 他就自己要进到圣殿 上帝就审判他 得了大麻风 对不对 尼西米他很清楚 他的奋计 他的位分 到底神良给他的界限到哪里 他不会轻易的越过 抽敌的诡计 都是要叫尼西米惧怕 要叫犹大百姓惧怕 可是最后 我们如果稍稍往后看 第十五节 一路月二十五日 城墙修完了 共修了五十二天 我们一切仇敌 思维的外邦人 听见了 便惧怕 当尼西米 坚定他的使命 当尼西米 倚靠神 做对的决定 勇敢地站立在这里 面对群众的压力 面对抹黑 面对这些谎言的引诱 他勇敢依靠神 站立在那里 就使仇敌惧怕 求神帮助我们 使我们今天 就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到你的面前 为着教会的同工领袖 牧哲来祷告 牧哲有时候站立的那个位置 要考量 要回应的 弟兄姐妹大部分 或者群众大部分 都不能够明白 很多时候很孤单 很多时候心里沉重 着急 却仍然要回应 内部许多的声音和压力 亲爱的主 求你怜悯 帮助我们 为着我们教会的领袖们来祷告 求主 祢使给我们有灵巧 有清楚的分辨力 求祢使我们的领袖 使与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时常祷告你 亲近你 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 引诱 能够专注地完成你的托付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